在所有人都想着怎么巴结自己时,杨蜜露出了整季节目最厌恶的表情 按照花生的料性来看如果不是杨蜜的这个皱眉,整个节目都会因此变味 当时大家为了准备土家族的长桌宴分三波去不同地点购买食材 由于任务繁忙,大家忙着买腊肉捕鱼逛农贸市场 所以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时间交流 然而最后聚在一起时杨蜜却意外地发现三波人都买了枇杷 咱们三波人全买了枇杷 就因为你一句话你想吃 韩东君说的那句大家为杨蜜而买,其实没错 第一杨蜜是节目中唯一一个没见过枇杷并觉得枇杷好吃的人 其次就是有个小细节 超级麦在带回自己买的枇杷时,眼神一直是看向杨蜜的 不过韩东君虽然没错,但他把大家的小心思说出来就有错了 在节目中杨蜜一直致力于把花哨打造成温馨和气的大家庭 而非败高踩低的博眼球综艺 麦琵琶事件后,节目中辈分最大的张凯莉刚回来 杨蜜坐盲着跟她说 虽然是同一件事,但杨蜜群称没提大家对自己的宠爱 而是把方向引导为大家的默契太绝了 之后李斯丹妮再做吵蛋石蛋糊了 当时她看向杨蜜的眼神充满愧疚 但嘴毒的杨蜜却突然暖心安慰说 虽然在节目中杨蜜还是会把韩东俊对得体无完肤 但观众群的肉眼看到节目氛围在一点点变好 花哨的上一期风评之所以很差 或许正是因为团队中缺少一个像杨蜜这样的调和剂 此刻的杨蜜继续向张艺先建一本书 你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 其实张艺龙上综艺时用一句话揭穿了嘉行的秘密 此后杨蜜出走嘉行的消息瞬间出上热搜 仿佛一夜之间大厦僵起 曾经一直被当作嘉行老板的杨蜜 突然变得让人同情 明明是团队中的第三大股东 为何杨蜜还是会沦落到这种境地 其实早在几年前杨蜜就做出回答 当时主持人为杨蜜作为嘉行老板 如果公司出现严重问题时 会行使怎样的权利 杨蜜随即慌忙说 我没有任何权利 会行使有什么权利 虽然掌握了公司第三大股份 但杨蜜的自我认知还是个隐人 为连续嘉行的寿命 她忙着拍戏赚钱带新人 甚至不惜跟别人签下3.1亿的对赌协议 事业最巅峰时又因为恋爱脑跟刘凯威结婚生子 放下对嘉行内部权利的争夺 207年时嘉行实力扩张最猛的一年 由杨蜜对赌胜利 并且多赚了三个亿 这些利润很好地抬高了嘉行的地位 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产物 但在这种关键时刻 杨蜜却在忙着跟前夫办离婚手续 等她反应过来时嘉行的那部蛋糕早已被瓜分完毕 张一龙对杨蜜不是老板的描述 与其说是不经意间暴露了一个事实 不如说是嘉行借她这口味最后的鸟进工厂做的一手铺垫 而空有股份却没有权力的杨蜜 在一群勾心斗角的人精面前 只有被放在案板上的命运 刘凯威的离婚让她明白了男人的不可信 如今嘉行的那部动荡 再次让她明白了朋友的不可信 杨蜜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但却不是一个出色的资本家 小胡咖的抱团排外行为 打破了杨蜜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觉得我们不是来搞关系的吧 我跟你关系好 然后我就一定要怎么给你捆绑 说话的这位是前女排国手薛宁 本质发扬电竞体育精神 而选择参加电子竞技类综艺战志巅峰 原本她以为节目里有杨蜜之位大佬 罩着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 结果刚上节目没多久 她就被一群小明星的抱团行为给恶心报了 当时节目按照现场30位嘉宾的最高单位 选出了四位队长 胡夏 敖子毅 黄明浩 以及薛明 虽然都是单位达到50星的高手 放在普通比赛中 足以得到大家的尊重 但很可惜四个人中只有薛明是素人 在其他三位都已经选好队友时 只有薛明连第一个队友都没找到 叮 走 叮 我想去下神的战队 我选好了 叶向明 不是 他已经叮 咱们以之前打过一起 这为什么我选的人都那么不愿意呢 一次悲剧说得过去 但三次悲剧摆明了就是偏见 嘉宾的这些行为搞得薛明下不来台 干脆队长也不想当了 虽然那些嘉宾事后解释自己拒绝薛明 是因为跟其他人已经绑定关系了 但就像薛明所说的 电子竞技不是搞关系 而是靠实力 薛明不当了节目组 只好一次类推往后挑队长 其中丁若虚和何岁都拒绝了 只有张大大在众人的窜夺下挺身而出 为什么 因为低若虚跟何岁说到底也是胡咖 张大大虽然被人骂 但他的朋友圈起码有卑鄙和杨幂这种大腕 总有人会选他 说到底这还是人情世故 而非电子竞技 张大大本身实力并不高 虚抱段位王者十颗星 但实际上只有钻石零颗星 所以由他率领队伍被对面打得残不忍度 一局游戏不足十分钟就草草结束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加这档综艺的明星除了少数几个 哪个不是为了攀关系 增加曝光度的 或许只有杨幂在认真地对待这场游戏 抱段位时故意少抱十多颗星 打游戏时露出连离婚都没有的生气表情 甚至当场跟张大大有劲 我跟张大大一起打游戏的胜率为 刚才孙命开大了吗 我没见过孙命的大 但是他忘了游戏是游戏 综艺是综艺 没关系 我们都没有关系